接下來要問各位一些問題 請你待會上面出現圖片 請你上來用你的奶油桂花手指給我看 誰是支點、誰是支點、誰是抗力點 這樣以後你就會曉得他應該是省力的還是會費力的 會費力的,OK? 第一個,啟聽器 請上來指給我看 誰是支點、誰是支點、誰是支點、誰是抗力點 30 三十 支點 不要打到黄露啦 支點 支點 施力 抗力 和家 對 和家 所以這個勢力力比較大 這是一個省力的工具 啟聽器 開瓶器,這樣的開瓶器 這樣的開瓶器,請問你 誰? 來,上來指給我看 拿你的奶油桂花手指給我 不要走人,女生喔 女生14號 14號上來 快點快點快點 快點 天黑了,世界末日了 快點快點 快點 來,第一個支點 支點 直好,直好,直好 私立 抗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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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智能抗力一樣喔 支點 再來這個 一還二,支點 二是支點 抗力 一 回家 錯 這個叫做支點 這個叫做抗力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抗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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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也是一個 省力的工具 第三位 哨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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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 媽媽說走路要小心 小心線 支點 支點 支力 抗力 回家 對 這是一個正確的掃力方法 推這個 這樣掃 所以他掃力是一個什麼工具 廢力的工具 可是你掃的是灰塵 所以廢點力 OK 如果你要掃鐵條你就 麻煩要打 麻煩要打 所以它是一個 廢力的工具 好來 下一個 這個呢 這個呢 來,可愛小女生 五 來,小女生 五 九 九 三 支點 支點 支力連 抗力連 支點 支力 看力 好了,勉強算 這叫支點 中間那個叫做支點 支力來抗力 這個剪刀 看不太出來到底誰藏 就當作一般的工剪刀 那叫做 為了使用 方便 便沒有什麼特別的省力或者是費力 筷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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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找一個 奶油桂花手上來 二分 二分 來 支點 指點 支點 這個是好丸子的 Wis力 多啊 支點 私力 私 figuring 私力 支持 Osc positively 私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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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구요 Rabb 這是私力 Groove 所以аш 筷子 除了 分給渦 輕輕打開一點點,這個嘴巴就沾海大 對著你喜歡的,我怕要卡牌加下去,所以他會省時 OK? 財子刀 他是一個怎樣的工具呢? 小愛小女生,無可 12 12 好可愛喔 快點 快點快點 快,天黑了,世界末日了 來 10點 10點 手直到 10點,吃力 抗力 回家 對 所以他是個什麼工具? 省力的工具 他的吃力比較大,他是一個省力的工具 來 來 我這裡 上面有寫筷子 材質刀 考試題目不見得有圖 他可能就只有寫筷子 只有寫材質刀 只有寫開屏 器 那你要知道他是怎麼用的 他是怎麼用的 然後另外你知道他是怎麼用的 你就知道 他的吃力比跟抗力比什麼關係 誰比較大 那你就會 知道他是省力的工具還是 費力的工具 我剛剛跟你講過了 我不見得要考計算 我就是問你 他是省力的還是 費力的 希望你能夠會判斷 OK嗎? OK